什么才是最顶级的养生呢 肯定不是运动 而是下面这四点 认真看完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第一就是稳定的情绪 世卫组织研究发现 90%以上的疾病都跟心情有关系 如果你每天不是发火就是生闷气 很多疾病都会找上门来的 所有的养生保健都是徒劳 心态不好 你吃再多的灵丹妙药 也挽救不了你的健康 第二就是吃饭少而尽 少吃就是说吃个七分饱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是饿坏的 而是称坏的 长期的饱食百害无一意 但是要少而尽 就是要营养均衡 虽然总量吃的少 但是各种营养都要吃到 千万不要因为吃的少而偏食挑食 第三就是充足的睡眠 我们都知道睡觉的时候 特别是深睡眠的时候 是我们身体修复的最佳时期 如果睡眠的时间不够长 睡眠不够深 我们积极的损伤就会累积 为将来的疾病的发生埋下伏笔 第四就是豁达的心胸 当一个人心胸豁达的时候 你发现他看所有的问题都会渺小的 要始终保持一种淡然和释然的心态 凡事都往好处想一想 这样的话 我们心理和身体的压力都会减少一些 因为格局大一点 烦恼就会少一点 你们认可我的说法吗 或者你们认为什么才是最顶级的养生呢 我认为你发现了什么事都会有的 我认为你发现了什么事都会有的